大家好,我是石涛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美国的影片Lucy 在国内播放过 我在涛哥看电影当中 跟大家分享过我个人的看法 但没想到那么多朋友喜欢看 Lucy的影片 我个人认为它混杂了人世间信仰 科学 超能力 以及对未来的预测 和人体 人的身体 自身的能力 到底有多大潜在的能量 但是它是给混在一起了 我不认为作为导演编剧 他看得很清晰 但是他意识到这样的现象 在我们现实生活中到处都是 这样的现象 也是我们每一个人 在日常生活中 曾经有过 曾经面对过 曾经意识到 但又抓不住的 一种人自然的现象 对未来的探讨 对自我的探索 是人与生俱来 人们要思考的 涛哥看电影 利用电影提出来的问题 展现出来的概念 跟大家分享 我个人有限的认识 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今日点击 石超评述 见到再见外 这是跟大家分享过的 一个说法 对吧 那所有在我们现实生活中 很多朋友都有一个形容词 说某种事情达到了很高的境界 往往用说到了无我的境界 无我的境界 当某些事情走到极致的时候 赚钱的挣了大钱的 他不说他为了挣钱 他说追寻着某种东西 钱无所谓 钱当成为大钱的时候 挣了大钱的时候 某些时候 钱已经成为了他的障碍 在试图中 在任何一个具体的行业中 在这个行业中 展露头角 出人头地的人 他一定会认为到 这个行业的本身 对他是一个束缚 而在其中的人 绝对化自己的 这就是我跟大家讲过 枪手必死在枪下 淹死的都是会水的 他不在水中 他就不会淹死 他不在水中如鱼夺水的 那种自我膨胀的感觉 他也不会被水吃楼 他也不会被水吃楼